嗨 大家好 我是MV大熊MUCHBEAR 今天啊 我要來講一個 啊 我已經快要被逼瘋的問題 最近在 我上一次剛拍了一部影片說 我之前被霸凌的事情 我今天也是要來講一下我最近遇到的狀況 我本來想說要玩一下Pokemon Let's Go 我最近不太想要拍影片 因為光是直播就快把我淚死了 我想要一直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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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下去投票為止 可是 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這社會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前兩天 因為有需要所以我就跑去新話了 我去買個東西吃 結果一買東西吃 我一開始先點了東西 點完了 我在想說好 我靠近一點要拿錢給老闆娘 我東西都還沒領到 我想要奇怪為什麼我頭頂上一直有東西這樣 貼著我 然後一直K到我的頭 我抬頭一看 OK 是反同的 是反同文宣 上面貼了秘密的媽媽五六張在她的彈車上 五六張 我原本想說 好啊 今天大家投票 不要去洗腦任何人 不要去跟誰說你應該要怎麼投你的票 你應該用腦子去想 用你的心去感受你該投什麼東西出來 我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一直洗腦啊 尤其是鄉下地方洗腦更嚴重 甚至 我還聽到我身邊的人說什麼 有很多老人家 都在講什麼 同性戀就是愛滋 開放同志婚姻啊 大家都會用健保啊 愛滋病的什麼病毒藥物啊 什麼的健保 外國人都會進來用我們的健保啊 這到底幹什麼事啊 同性戀是唯一會得到愛滋的嗎 並不是啊 健康教育到底是怎麼教的 我們台灣的教育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 今天反同公投 婚姻怎麼了 一男一女結婚 這是公平的嗎 那另外一點 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 國中以及國小 不應對學生 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還有同志教育 怎麼了嗎 今天到底是怎樣 你的小孩子 你確定說他一定是異性戀嗎 你確定他不會說 從小男生比較嬰柔或女生比較陽剛嗎 你知道你的小孩子會因為這樣而被霸凌嗎 你知道如果今天當年的小孩子 不敢跟你說出口說 爸媽 我的個性好像跟別人不一樣 男生說我喜歡玩巴比娃娃 我喜歡畫圖 我不喜歡跟朋友出去打籃球 不喜歡跟朋友出去運動 你知道就因為這些該死的鬼原因而被霸凌嗎 那如果爸媽要說 啊男生就是應該出去打球啊 應該出去運動啊 然後呢 小孩子封閉內心 再也不可能跟你父母講一些他的心裡面的話 同志教育怎麼了 不該讓小孩子知道說這個世界上就是有這麼多的人種 我有可能我喜歡男生 我可能我喜歡女生 我可能我去喜歡什麼東西 不應該要讓小孩子知道說這一切都是正常的 不應該因為這些小小的東西去霸凌別人 去傷害別人去刺激別人嗎 今天講難聽一點啊 台灣的健康教育 一直以來在性別的這方面 在性的這方面 一直以來都是這麼封閉 我們一直都沒有教 老師甚至會跟我們講說 性教育這邊你們回家自己翻一翻 然後呢自己翻 對啊我只是翻開看到了卵巢 看到了懶教 然後呢其他東西什麼都沒有講到 今天我們的性教育是從來學的 我跟你講啦我國小的時候啦 小學五六年級同學就已經在帶A慢了啦 我們必須要從A慢去學習性知識啦 我國中的時候就有同學懷孕了啦 生小孩了啦 這是怎麼來的 漫畫 A片 並不會教育我們任何人 需要呆套 需要安全的性行為 或者是說今天 有男同學說 你跟我交往 你就要跟我做愛 女生會說NO嗎 不行啊我好愛他 我一定要跟他做啊 不然他如果跟我分手 去跟別人在一起怎麼辦 然後呢 事情就發生了 今天 性教育 跟統治教育 任何一塊 都不完完全全只是為了我們統治 而是為了所有的人 以及以後的小孩子 講難聽點 我們才不管你要當阿公當阿嬤當阿祖 你十六歲 十八歲 要二十歲要當爸媽 當我們屁事啊 我們要的 只是把 這一切 平權跟教育 帶進去學校 避免以後的小孩子 再因為這些該死的鬼原因 被霸凌 前兩天 我去好士多 我為了一個停車問題 被一個 嗯 該死的家庭 霸凌阿 對啊 活生生的在路上被霸凌了 就只是因為 他原本到好士多的時候 停車 停在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在等位置阿 打靈停燈阿 阿我們 開車的 我們切到那個原本要出來的車子的後面 我們 打了方向燈 確定跟後面的人跟所有人都講說我們要停這一個 他不把我們 不把我們 讓我們離開 而是打那台車走了 我們停了 那一家子的女生才來敲我的車窗 對我吼叫 對我崩潰的怒罵 所以呢 我從頭到尾都笑笑的 沒有對他怒罵 沒有對他講任何的髒話 而且我是盡量就是不用台語去跟他講話 要不然我用台語去講話 我絕對就直接嚼出來了啦 我希望說這個東西不要因為我 而去吵得這麼難看 而對方呢 我留長頭髮 我講國語 我跟他好好的理論 開口就 閉口就是死娘炮 死娘炮 死娘炮 沒家叫的死娘炮 他的小孩直接在旁邊 他手上抱著一個 車子上推著一個 從頭到尾就罵我死娘炮 這是什麼情況 你們爹也要說台語 你們爹也要說話 你們爹就沒想要叫你玩家 沒想要看誰的 然後呢 說要堵我們 好啊給你堵啊我沒差 我們逛完好士多出來了 那台汽車對 停在我們的車子外面 我想沒差啊 你想要堵我們車跟你堵啊 反正我頂多去附近的地方逛逛 你要堵多久是你的事情 反正我沒差 我那天我也很自由 可是當我要離開去好士多 要去別的地方逛的時候 他們就準備要開車走了 我還走過去說 那你不是要堵我車 那不是要幫我 顧我的車子 你要顧到幾點都沒關係啊 你不要開走啊 你就是顧啊 反正你都已經要停在那個 擋人家路的地方了 你離開幹嘛 我還笑笑的問他 結果呢 車窗要搖下來 死娘炮 你個垃圾死娘炮 去死死娘炮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的教育 現在的教育就是如此 他老人一下車 就一直推我一直摸我 一直推我一直摸我 就這樣摸我 我給了他一句話 你長得很醜 可以不要摸我嗎 他被嚇到才默默走掉 今天我後來才好好講話 因為我知道 我是一個文明人 我沒有必要跟他吵 我沒有必要跟他吵 這阿蠻的剛才比我還要把他收起來 不用在那裡拚摔 拚摔那些都沒用 這兩件事情 讓我立刻體會到 台灣的教育是如此的失敗 我原本想說我不要來跟別人說 投票要怎麼投比較好 可是我遇到的這些事情 讓我不得不再拍影片來跟大家講 11月24塊到了 把這些該死的霸凌 用你們選票把它給磨滅掉 讓我們台灣的自由 讓我們台灣的教育 更加的成功 不要讓這些莫名其妙的 沒家教沒教養 沒有文化水準的人 來破壞台灣這一塊美好的土地 台灣很美人心很美 不要因為這些少部分的屈從 而影響台灣的未來 我一直在台灣我都認為很自由 雖然我以前被霸凌 可是我還是從裡面得到了一些 愛我的人 聽我的人 欣賞我的人以及我的朋友們 我希望大家 11月24號 如果你支持我的言論 希望可以把這些該死的霸凌給弄走 不要再讓任何人受到傷害 被欺壓 被莫名其妙的攻擊 拜託你 10 11 12 反對 14 15 同意 我現在來講一下 流程是如何 我現在網路上看到的圖片流程都是 首先 進去選舉 的領票處 領票 領票 投完選舉票 再進到公投區 請記得說 你要投公投票 他可以領全部的公投 也可以選擇你只想要領你想要投的部分公投 那我目前看到的一些資料是說我們可以直接到現場 跟他講說我要投 10到15號 拜託 10、11、12 拒絕他 不要再讓這些霸凌一直出現了 14、15號 同意 拜託你 同意14、15號 我已經做夠了 他們的洗腦 不容金 10、15號 10、15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